恭喜你們已經堅持完成了三分之一的課表 我們已經進行到了第五週啦 那這週的訓練當中呢 會逐漸的再把上週的課表稍微的調高強度 但是我相信你們都做得到啦 歡迎收看這禮拜的WINS4LIFE 15週變強計畫 我是你的教練 梁哲瑞 這禮拜我們將進行的訓練內容呢 一樣著重在於基礎養成期的用耐力訓練 逐漸的把用耐力堆高到現在 相信你們應該感覺到自己的身體用耐力應該進步了不少吧 OK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禮拜的課表吧 這禮拜的課表 禮拜一一樣維持是記憶力核心的部分 所以禮拜一記得要做上禮拜影片教學的部分裡面的核心訓練喔 那每個動作呢 記得要維持大概是30秒的時間 持續3到4組的動作 那禮拜二的訓練呢 我們從上禮拜的40分鐘的用耐力 變成這禮拜的50分鐘 50分鐘的時間內呢 要用1.5區的強度來完成 那跑完50分鐘的耐力跑之後 要完成100公尺三趟 6.0區的劍速跑 那禮拜三就是我們的休息日啦 休息日這天 相信你已經累積了4週的訓練疲勞 這禮拜你應該感覺有點痠痛 可以去稍微做一些簡單的泡澡 游泳 甚至是按摩 對你都會有改善喔 那接下來禮拜四的課表呢 就是我們的馬拉松配數啦 馬拉松配數要維持30分鐘 強度區間從上禮拜的2.5變成這禮拜的2.7 強度維持提高了 身體感覺跑當中會覺得有點喘 有點累 但是這個目的就是要讓你撐過這樣的訓練 那在30分鐘跑完之後 我們要進行150公尺的加速跑 那在150公尺的加速跑呢 我們要做持續5趟 那每一趟的強度區間呢 是6.0 所以在每一趟的訓練當中 希望你可以在跑桿方面 透過150公尺的加速跑 稍微讓身體回到輕快的感覺 那隔天 也就是我們這禮拜的間歇訓練啦 在這樣的間歇訓練當中 會累積昨天的疲勞 所以在這次的間歇訓練當中 你可能會感覺身體有點喘 有點累 但是想辦法撐過去 因為今天的課表其實仔細看 非常短 它只有600公尺 6趟 那每一趟的訓練強度 從上禮拜已經調整了5.0 到這禮拜都是5.4的強度 所以在5.4強度當中 跑600公尺 會在後面200公尺比較喘 這個時候想辦法維持後面200公尺 不要掉速太嚴重 那每一趟的休息時間 是跑完600公尺 原地休息80秒 1分20秒的時間 那禮拜六 也就是第二次的休息日啦 這次休息日當中 你已經累積了前兩天的疲勞 記得要好好放鬆 滾筒 舒緩你的腳肌肉的緊繃程度喔 那最後一天 禮拜天 也就是我們這禮拜的長距離訓練啦 長距離訓練當中 在這禮拜要跑的內容呢 是80分鐘的長距離油耀耐力訓練 強度區間 一樣維持是1.5區 那跑完之後 記得要跑兩趟的加速跑 讓身體恢復輕快的感覺 再進行休息 這樣效果會比較好喔 OK 那以上就是這禮拜的訓練內容啦 這禮拜訓練強度已經逐漸提高的情況 會對於你的身體負擔開始逐漸變大 那這個時候 你的恢復並行就很重要喔 那我們訓練到了第五週 你們會不會開始懷疑 為什麼要做那麼多油氧耐力訓練在基礎期的時候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關於油氧耐力的介紹吧 那油氧耐力訓練呢 其實它佔了你的半馬 或是全馬訓練當中很重要的環節 如果你在訓練環節當中缺乏油氧耐力訓練的話 很容易就導致你在半馬或全馬的比賽當中有後段失速的情況出現喔 那油氧耐力是什麼呢 油氧耐力顧名思義 其實它就是油氧的訓練 那油氧的訓練當中呢 要怎麼訓練 其實就是把時間或是距離拉長 當你把時間或距離拉長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你的心肺耐力可以刺激的時間變長之外 你的肌肉要承受的撞擊時間也會慢慢拉長 這個時候其實它除了刺激你的心肺耐力之外 對於你的腳踝與整隻腳的肌肉訓練 其實它也是有幫助的喔 只要是距離夠長 時間夠久 我們都可以把它稱為是油氧耐力訓練 但油氧耐力訓練有沒有變化呢 其實它是有的喔 有分哪幾種呢 我們把它簡單分為幾大類 第一個就是最常聽的LST 長距離油氧耐力訓練 那這種訓練方式呢 就是一次跑很長的距離 那可能已經接近比賽 但是不到比賽的距離 它的通常的目的呢 是累積你的基本油氧耐力 所以強度是最低的 距離會稍稍比較長 那這個是LST訓練 第二種呢 我們可以叫它作為馬拉松配速訓練 這個強度呢 會稍微比剛剛的LST強度還高 那這個強度呢 也沒有高於你的乳酸鈺質配速 所以它還是在你的油氧耐力之間 但它的強度大概我們會定義它為馬拉松比賽的配速訓練 這種強度 通常是比較高的 那在這種強度之下 你要模擬比賽當中的配速 還要完成一定的距離 但這種距離通常不會太長 可能介於8到10公里 那這樣的訓練方式呢 除了可以增加你的油氧耐力之外 也可以大幅的增加你在比賽當中的配速信心喔 那第三種訓練呢 就是比較適合初階跑者的訓練 如果你是一個剛接觸跑多的跑者 那對於跑很久 跑很長 你是一個很痛苦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嘗試這樣的訓練方法 這種訓練方法呢 你可以在每3到5公里之後就做一次短時間的休息 那在休息當中做稍微的補充水分 或是稍微的喘氣 讓你的心態稍微往下降 再繼續開始往下一趟跑 那這種強度如果高一點 我們稱它為巡航間斜 那強度低一點 它是一個很適合初階跑者的訓練油氧耐力的方式喔 可以搭配到一陣子嗎 可以搭配到一陣子嗎 可以搭配到一位在經過吧